朽木道友 望着这两个不请自来的恶客 方兮右转而看向朽木老道 爱 朽木老道叹息一声 上前招呼 莫道友 风道友 这是哪的风将二位吹来了 哈哈 好说好说 我二人既入境月湖为执法修士 自然也要负责整个桃花岛的安全 今日你这里人缘繁杂 我等自然要来一一艳名正身 免得有魔修混入其中 风满楼也下了非洲 大意凛然地道 他们这些家族修士 跟占据双子峰的散修 天生不是一路人 两边碰见了 总有一些冷嘲热讽的 方兮干脆走到一边 也不理会 反正她的翡翠崖离得远 可以眼不见为净 没有多久 西风之上的唯一新夫妇也到了 其中 花蝉娟赫然已经身怀六甲 方兮连忙上前恭喜一句 暗中默默算计 日后孩子出生又得随理多少 这次朽木老到请客 她送了一块下品零食的贺礼 当真不算少了 方兄弟 你来得正好 快给我劝劝这头倔牛 花蝉娟怀孕之后 脾气变得更加火辣 手指戳着为一新的额头 我让她好好地中花养风 她不甘 被人窜缩几句 又要去冒险 这才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啊 我这不是为了孩子吗 总得找点灵物给你养胎 日后生产下来 还得有培缘奠基的灵物 若有灵根 还得准备日后修行的资粮 唯一新脸上难得有些柔情 低声解释 方兮看着这一幕 不想再被塞一嘴的狗粮 转而看向其他方向 却见莫清玉跟慕文聊了几句之后 便向他看来 目光中带着跃跃欲试的挑衅之色 大声道 我听说你一人一剑 便杀穿一个修真世家 呵呵 卢家算个屁的世家 这位方道友 你那柄下贫法器的清和剑 也算微震桃花岛 可愿让我见识一下 他一身修为 赫然到了炼气六层 距离炼气七层 也就一步之遥了 自然看不上当初炼气四层 如今才区区五层的方兮 听到对方故意重点提及下贫法器 方兮也是自失一笑 莫道友说笑了 咱们玲农能有什么剑法 不过是胡乱练的 凭着一枪血勇拼命罢了 他一边说 一边取出清和剑 此剑行如青叶 的确是下贫法器 甚至还有所残缺 风满楼与莫清玉剑词 不由满脸鄙夷之色 都炼气中期了 法器居然还是下贫的 下贫也就算了 竟然还如此残破 就连木纹也觉得自己的法器 比方兮好上太多了 此剑乃我一位友人所赠 伴我多年 可惜 可惜 方兮手持清和剑 眼前就似乎浮现出老脉头的 殷容笑貌 也不知是否是命中注定 自己拿着他这柄剑 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夺得了其他玲珑一辈子 苦苦追求 而不可得之物 紧接着 他眼神转为冷冽 两根手指夹住剑刃 真是可惜 只听乒乓一声 方兮双指用力 竟然将清和剑从中截断 踏踏 断成两截的剑刃 与剑柄落在地上 也让莫清玉眼神 有些发直 可惜此剑有灵性 不愿为人所辱 竟自断了 方兮扫了一眼莫清玉 那种冰冷的意味 令后者身体不由发直 他冷笑一声 没有再理会朽木老道等人 转身离去 莫清玉则是呆呆正正 耳边回荡起方兮之前说的一句 咱们玲珑能有什么剑法 不过是胡乱练的 凭着一枪血勇拼命罢了 看着那两截断剑 他忽然明白过来 若是自己感动那散修的根基 对方真的敢拼命的 哎 莫凶难道不知 那方兮是一位练体二重的体修吗 封满楼这时候 才是诗然在莫清玉边上念叨 他虽然跟莫家有交情 但跟莫清玉乃是竞争关系 该拖后腿还是要拖一下的 得罪此人 莫兄要时刻小心 对方跟你血剑舞步啊 你 莫清玉瞪了眼封满楼 又扫了眼莫文 恨恨一甩手离去 封满楼见词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跟着离开 一场宴席 就此不欢而散 等到维一新夫妇也离去之后 莫文来到朽木老道面前 老祖宗 我 啪 朽木老道反手 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将莫文打猛了 你知道你错在哪里 朽木老道眼珠都有些发红 老道没想到 以你从小灵根资质优越 老道跟你的父亲书败 一直咬着牙公养你 别人有的你都有 没想到竟然养出了你的娇娇之气 是非不明 敌我不分 你以为自己是世家少爷 天生便应该站在封家墨家那边 不 你只是个散修 当初咱们河家流离失所 聚少离多 你父亲书败在别人的灵田中日夜耕种 连打坐时间都要被压榨 你母亲天天为商家洗炼灵蚕丝 双手都快泡烂了 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节省几枚灵精 供你修炼 老道原本想将你带在身边教导 却碍于所事繁多 只能让你自行修炼 结果 你就学了个这 朽木老道气急 翡翠牙跟西风事有 只可交好 不可交恶 对静月胡需要恭敬 但必须防着家族修士 这玄孙还未上山 他便音音教诲 耳提面命 没想到 结果还是一地鸡毛 老祖宗 我家已经有灵地 未传承根基了 为何日后不能名列修仙家族 穆文还是不太服气的样子 你 朽木老道气地又要上来打他 却还是被几个老农死死抓住了 文儿只是一时糊涂 日后多交交便好了 日后 还有个屁的日后 朽木老道气地一脚踢翻红木桌 原本老道还想向方道友说情 让你们几个能去他的灵田中做活 每年也能多挣几块零食 现在全完了 几个老农对视一眼 不由都有些黯然 这次翻脸之后 两边应该都会尽量少来烦我了吧 方夕背负双手 驾驭黑云兜 飞向翡翠牙 清河剑对她而言 的确挺有纪念意义的 毕竟是第一件法器 花了两块多零食呢 好吧 其实也就那样 今日见到莫清玉来挑衅 随手就拿来当翻脸的道具 感觉物超所值 从今日起 我一怒拔剑 一怒断剑 喜怒无常 性情孤僻之名 必然传遍整个桃花岛 敢跟我做朋友的人 必然极少 回去 接着种田 方夕回到翡翠牙 先查看一番赤血灵苗的掌势 然后开始一寸寸 丈量地理 为日后布置小云与镇做准备 这同时也是一个修炼镇道的过程 夕阳西下 金光漫天 方夕拿着罗盘 走在自家四合院附近 镇法有生门 死门 镇眼 镇眼一定是要放在自己家里的 以此处灵脉之灵气 维持小云与镇开最低消耗 应该没多大问题 到时候还可以开启聚灵效果 范围仅仅限定于修炼室的话 将修炼室内的灵气提升至一阶下品 应该问题不大 将丈量的数据一一录入预检 方夕顿时决定 秋收之后便开始着手这件事 他正准备去湖中捞一条鱼做晚饭 忽然若有所感地抬头 晚霞道道当中 一只花篮便仙而落 有银铃声乍响 拜见岛主 见到阮兴灵到来 方夕连忙躬身一礼 今天的事 我听说了 阮兴灵面容平静 清和见我已收回 可以为你重铸 虽然他的治理之道是内外制衡 但也需要调和矛盾 并且日常拉拢人心 多谢岛主 不过我此生为怨住见为离 不想再打打杀杀了 方夕一拱手 诚恳道 岛主若是愿意为我出手 倒还真有一事 想劳烦岛主 说 阮兴灵顿时浮现几分兴趣 在下缺一件移动法器 正好得了这些材料 还请岛主出手 方夕一拍储物带 一双巨大的妖鸟翅膀 骨架与大量羽毛浮现 这是一阶上品妖鸟的异股 还有灵羽 阮兴灵 查看一番 眼睛大亮 交给我 正是 方夕当然不会 现在就将更珍贵的蛇胶材料 交给阮兴灵 毕竟对方只是一阶中品练气师 万一练坏了怎么办 先拿这头妖鸟材料试试谁好了 反正他想换掉黑云兜 已经很久了 这也是你从青竹山方市中得到的机缘吗 阮兴灵收了材料 若有所思 岛主 方夕豁然抬头 却见阮兴灵面无表情道 你既为我家客清 我自然要调查一番 日前派去青竹山方市的人手已经回来了 你的相貌 出身 来历都相当清白 当初消失两年 修为大尽 大概也是从青竹山方市 覆灭中获得不少好处吧 这女的 居然觉得我会去抢方市 我是那种人吗 方夕心中 翻了个白眼 脸上却浮现出苦笑之色 一副岛主你知道就好的样子 咱们也算患难与共了 虽然不至于坦诚相待 但心灵也可以给道友一个承诺 你不负我 我必不负你 阮心灵驾驭花篮 飘然飞起 最后一句话落入方夕耳中 实不相瞒 我早已是一阶上品练气师了 你平清 我只要不够 如果曾经 进点 服供 我 此就不敢 今天